太幸运了吧 可以可以 捡钱呀这 嗨拉姆今天又来上山挖虫草了 今天赚零花钱 这不是 虫草集快结束了吗 然后家里就是会给小孩子 零花虫草 这几天挖到的虫草都归我们 到时候卖的钱就不用纳住到家庭里面 这都是自己的了 所以今天又多挖一点 争取多赚点零花钱 妈妈自己也有点花钱 我看测试她要买一个佛像杀的 但是她还是终归要纳入家庭里的 拜拜 开始找虫草了 这里发现一根 这个就是刚长出来的虫草 很漂亮 挖出来看一下 好像还不错 零花虫草开张 这里有根虫草大家找一下 这里有根虫草大家找一下 她在这里 爸爸这边也找到一个 你看这儿有一个 爸爸找到里面 这边有根虫草 这个有根虫草 这么大一头被我压别 你也得了 冯师傅这个蜡了 就在这儿 哈哈 太幸运了吧 运气大大的 再鼓起再鼓起 这算是我的呢 可以可以 点钱呀这 又断了 又这个 怎么不是 竹子特别容易断 降雨太多了 两头牛牛打起来了 牛薄了 一直在那坐着不吃点 我饿了 哇塞 你看这个红色的衣服也找到这个 哇这个好带一点 一直在等着我是吧 晚来一步 这被他们吃掉了 吃虫草的毛鱼 今天的天气不太好 还是早点下山吧 然后看一下今天挖了多少 这是我的九公斤 断的这么多 然后这是爸爸的三十八 这是家庭里的 这个就算了 然后妈妈四十五 妈妈四十五 看一下这是小姐和哥哥的 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零花虫草 到时候换了钱以后就是 自己想买啥 就会买啥 然后以前的话就是 虫草和另外一个 等价的一个东西 就是相当于就是 这个是七万块钱的 然后旁边是七万块钱的车子 可以这样相互换掉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怎么刷虫草的 用这个刷子刷完之后呢 会用这个去刷 一道金刷 二道金刷 待会儿的话 爸爸又会在这边擦巴子 总共三道金刷 然后虫草就擦得非常非常干净 然后在太阳底下晾干 大家的手上就是干虫草 就是那样来的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们继续刷草 看一下现在是几点钟 8点56 继续刷草 继续加班 打工人 打工魂 打工就是人上人 加油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 持续关注 还有ins和facebook 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谢谢大家